翻唱サブ 訪問 阿翔 宗盛 這個君子之爭你覺得是一個競選口號也好 一個理想也好 在現時的環境下 你覺得距離君子之爭有多遠呢 從梁振英競選白的角度來看 我們一直是維持君子之爭 我們沒有搞黑材料 但至於有負面報道,跟我們是沒有關係,其實我們一直想把這個競選的重點放在參選人的能力、理念和政綱 外面有負面的報道,我們控制不了 但不能說這些負面的報道,對梁振英的對手有損害,這一定是梁振英那方面出來的 這樣說法是不公道的,我聽說這些是梁瑩搞的黑財 但這些指控是完全沒有事實的,也沒有證據 只能說,因為對方不利,那一定是你們搞的 這樣的指控是不公道的 我問你一個感覺的層面 你這麼近距離跟梁振英埋身,跟外奸肉搏了這麼久 你今天是否可以肯定跟我說,你心目中,張振軟心目中,梁振英是君子 絕對是,其實在過去這幾個月,我對梁振英的印象是改變了 怎樣改變呢? 雖然我認識梁振英十幾年,但過去十幾年完全沒有私教 我對他有個印象,但你是否對他很熟悉呢?其實不是 但當然,我以前也覺得他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我看了他寫很多東西,我覺得他對香港問題的認識很好 還有他的理念,我也認同 但一直不是有很多來往 直接到最近這幾個月,基本上每天都會見面 我對他的印象是改變的,首先他的能力比我想像更強 頭腦很好,很清晰 另外,在做人方面,我覺得他的品格是相當好 特別是在哪方面? 在很多方面,他對人處事都很公平,很公正 那麼多壓力,他有沒有發過脾氣? 另外,我想說,我覺得他雖然他能力很強,很勤奮的一個人 很多事情都自己落手落腳 不是誰做的,他很多時候自己很參與 另外,他是一個很捱得苦的人 你想想,在過去幾個月,這麼多這些攻擊 有很多是很個人的攻擊 他處理,你看到他 他基本上,是完全沒有發過脾氣 也沒有很沮喪 我們給了很多機會你讚,梁振英 但我真的想問,你這麼細緻地觀察他 人長有弱點 將來他是你老闆也好,怎樣也好 他有沒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善呢? 你覺得,你這麼近距離觀察他 這條問題是公道? 我覺得,其實我看到,都一直在改變 我呢,就沒有他那麼謹慎 你說你自己弱點而已 你又在那裡說 你有些地方都要改善 其實我想回答他 你沒有給他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可能 他可以 有很多地方 不需要那麼謹慎 意思是,在溝通方面 或者可以 你想說他親和力不夠嗎? 不是 我覺得,很多時候 真的跟他有多接觸的人 認識他之後 是覺得他很容易相處